台式新闻的独家报道 在新北市淡水凌晨三点半 圣约翰大学前有一名卢姓驾驶 夜班下班 开车在有人准备回家时 疑似疲劳晃神 沿途打瞌睡 自撞分隔岛 还撞断了路灯 整台车四轮朝天 场面相当惊悚 交车一路直行 下一秒直接撞上分隔岛 路灯整个被撞断 整辆车180度 翻覆路中 驾驶和乘客一度受困车内 事发就在新北市淡水区 淡金路四段六号凌晨 驾驶夜班 载着朋友准备返家 途中疲劳驾驶一路恍旋 后方驾驶早有察觉异状 可以保持距离 没想到驾驶真的出状况 从里面拉出来 因为那个时候车子一直冒烟 怕车烧起来 怕人烧在里面 然后把他拉出来的时候 他就一直叫他脚好痛好痛 车火地点就在 圣约翰大学校门口附近 平常晚上车流量不大 行进车辆车速较快 先前校方曾建议要加装 车速照相并明用路人标速 但依旧没有加装 他有提出 但是好像听说建议装 他说不需要装 这个路段车会时有所闻 这回驾驶 一次恍神撞上分隔岛翻车 索性一旁店家惊醒后 帮忙协助救人 驾驶轻伤 乘客左脚骨折 没有生命危险 至于详细的肇事原因 警方也将调查理清 接着装备自装饰 可以新闻是采访的哦 这次是